本场比赛是来自中国的杨森 面对来自日本的选手版本瑞棋 和瑞棋这个开场之后的眼神可以给满分 这就是杀气很重 杨森 抱腰 继续 对 但是要小心 对 也成功 要变 只要变一个腿不尊 这个作为对方来说 要先 先过来了 看对方的这个柔树的吸体场合还不错 对方是希望打的这个 站立或者直接进入地面这样的选手 嗯 杨森 抱腰 摔倒 看开 要拿手臂了 对 感觉他想做一个 打不身 如果对方想从自己手的左侧爬后背是有机会的 这边连续的打赌你的肋骨 这很疼啊 摔 同样的摔摆 摔倒 过腿 右背摔倒 就是一个把自己身体中丢出去的前拳 过腿 这时候可以进攻 进一个 现在是看另一边了 楼角的位置 这边手已经是慢慢的穿进去了 掌队掌的楼角 需要把对方的肩胛骨作为一个支点 所以起伸到后背 终于掌平了 掌平了 这个摞脚也更没问题了 拍了 杨森 摞脚降伏对手 这场比赛是杨森完全的碾压 这是已经进程度的打击之后 张队很分心 然后另外一侧 左手就是把手臂穿过了对手的脖子下风 掌队掌的一个摞脚 空心要在 比赛结果 红帮胜 周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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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